哈喽 大家好 我是豪哥 我的B型房车全部卫生高好了 我新买的床带 床罩 也在 我家母娘已经把我洗好了 晚上我就把它铺好 明天星期一 本来先打出来去哨牌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我哨牌之前 我先去趟查家 去查家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 我这个床上下铺的位置 我想抓一个 擦链 有链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 链子拉起来 会更 私密性会更好一点 还有一个是因为 下铺上面那个摆 它没把我固定好 有一点点 前面那个角落有点跌下来了 我觉得还是要去抓一下 还有一个呢 想再去家抓一些 就是说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 现在房车查家呢 其实说实话 我跟大家一个建议 第一个呢 买房车呢 尽量大家不要去买太个性的车 太个性的车呢 按照你 因为每个人对房车使用要求 它会不一样 那去买个性的车呢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查家在生产这种个性的车的时候 它因为不是大批量生产啊 不是规模化生产啊 它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小问题 因为工人 本来是大批量都在做这一款的车 也就是哪里抓这个 哪里抓它很熟悉 坐在这里你又把它换了一下 它就有的东西搞不清楚 也就是说它品质会不稳定 所以好客一直在呼吁啊 有更多的就像阳光小月那种 阳光老师那种 改装的那种企业啊 多一点 然后房车呢 买尽量买那种标准化生产车 生产的那个房车买过来 然后再去小的地方去改一下 比方说 哎 哪里要加个小东西啦 哪里要稍微吃到更改一下呢 我觉得这样的 房车企业做配套的 做就是说规模化的房车 然后小的改装的地方呢 哎 你可以 加一个这个加一个那个 然后做一些升级 然后完赛 更好的把房车品质做好 这是我一个人的一个想法 这个车呢 弄好了以后我就 礼拜三去 那个 老家照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这款车呢 就是我 按照我个人的房车使用的一些经验 我做的一款车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跟我一样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来 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工作区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工作区 大家看一下 我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工作区啊 然后这里放个电脑 然后这里呢桌板 然后放借牌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 其实大家要是没有这种工作需求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做一个洗水盆 或者带一个洗水盆带一个没气罩的那个 带野罩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话 然后万一外面下雨的时候在里面煮煮东西啊 外面洗洗东西啊 因为我这个下面是一个煤气罐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需要做水槽了啊 因为我觉得这里做一个平台 然后上面放放烧水壶啊 然后保温壶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下面是一些抽屉啊 我是因为有个人工作需求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没做啊 所以我个人就建议大家买房车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水槽跟带野罩啊 会更好一点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很多人一直在关心 到底买B型车好还是买C型车好 就是说 就是说下不了决心 豪哥为什么会买了C型车又买了一辆B型车呢 其实豪哥是在给大家做一些 一些房车方面的一些普及的一些知识 因为豪哥自己在用 也就是说我就知道 什么样的适合买B型车 什么样的适合买C型车 所以豪哥有丰富的房车使用经验 你找豪哥肯定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们的学费有豪哥帮你在交 豪哥的那种房车使用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都是自己花钱砸出来的 这些专业的知识 分享一下啊 好多人问我 他说豪哥我要 我现在买 确定不了我要买B型车还是买C型车 那我跟大家说说B型车C型车的一些问题啊 打个比方你出去玩 想住着舒服 又有大把的时间玩 然后呢 C型车也能驾驭 那我肯定建议你买C型车 那有的人年纪比较大了 就是说60多岁了 他就是平时出去就两个人 偶而带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孙女 机会概率很低 大部分他是俩夫妻玩 那我觉得年纪大嘛 你买一个稍微小巧这种B型车 两个人玩 完全没问题啊 空间所以说人都不行 四个人你肯定这里抹不开了啊 因为豪哥这款车是上下铺的 那你也可以换成横子大床的 所以说年纪大的 然后平时呢 又有对操控特别假旧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买B型车 两个人玩的时候 但是 豪哥很多人了解了一下啊 有60%的人玩了几年B型车 后来又玩C型车 这个有这么大的一部分的 那个 概率是因为 玩着玩着 他对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B型房车 好 为什么这个设计只有三座 你要设计成五座六座 对不起 它储物空间没那么多了 储物空间没那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看我的储物空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柜子 这里我回去再做一次成本 放衣服 下面放保写柜 这是放衣服 然后这里又有个抽屉 放放袜子啊 内衣啊 然后 大家看一下吊柜 很多的吊柜 你看 这里要是做门的话 就没办法做吊柜了 储物空间就会很少 这里又是一个吊柜 然后这里看一下 又有很多的储物 然后放放衣服啊 然后这里再转过来 这是一个吊柜 大家看一下 然后下面 这个是 富富你看 我的小 那个 小的那个电筷包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小的一个电筷包啊 下次好多给大家介绍啊 这个 两三个人吃饭没问题啊 很小很小的一个电筷包啊 然后这里 我回去也要再做一个成板啊 然后放面 上面再放一点别的东西啊 然后这里好多抽屉 大家看一下 这里好多抽屉 然后好多抽屉 然后 这个虾子的外面 这个里面 这个下面是一个煤气罐 煤气罐是外置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煤气罐啊 所以更安全 然后这里大家看一下 抽屉 抽屉 啊 这个是垃圾桶 然后 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看 我的 那个 B型房车储物空间是特别多的 我去拆过好多人的 那个B型房车 大部分人选择的会 座椅要六个座位 然后六个座位呢 啊这里是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 L型的吧台区了 它就是座椅 然后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台面 然后 然后这边又是座椅 只有这一个地方是有一个桌面的 B型车出去一般也就是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你要那么多座椅干什么 座椅只能会占用你空间 而且没有储物空间 你没有储物空间的时候 你去看 你去拆开一下B型车 到处 锅外瓢盆 所以摆担乱七八的都放在车里 也就是没有收拾的很干净 因为它没有大的储物空间 但是你开个好个人的车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环境啊 我这个座椅是可以转过来的 但是我懒得转啊 大家看一下我这里是干干净净的 你看都是地上干净净的 这个是一个空气净化器啊 我觉得空气净化器还是非常有必要 大家看一下这是两个座椅 这个座椅是可以前后移动 然后又可以转过来 90度朝前面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这里是干干净净的呢 然后非常干净 这个是一个垃圾桶 然后这里没有地上没有什么鞋子啊 乱七八糟啊 衣服啊 我这衣服现在还没放进去 上面这么多储物空间 这么多储物空间 对吧 这么多储物空间 然后下面这么多储物空间啊 然后后门打开那边下面还是有储物空间啊 所以豪哥的建议就是说B型车你就两个人塞一个人出去 四个人在里面肯定待不下去 所以说塞一个座椅绝对够了啊 很多人说这里要开一个门 其实为什么这个门其实平时开门也很难开 你去看以前那个有个自媒体叫冬智的 他这个门从来不开的 因为这个门坏掉的啊 门这个门拉起来他就很很很难拉 他基本上都是有副驾驶的 也就是说B型房车这个侧门比较难拉啊 所以说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挪不爪 然后我把精力空间做的更饱满一点 然后东西可以放好多东西 两个人的衣服 两个人的生活东西全部可以放进去 然后我在座椅下面 我还有一个外置的厨具 外置的厨具 然后再给大家看个卫生间里怎么收拾的 好 给大家里面看一下啊 这是我的卫生间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马桶 这个是呢 擦擦桌子的时候 脸盆 然后呢里面那个洗洗菜的时候 这个熬了还可以洗脚 就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 洗衣机 洗好早的时候衣服直接丢在这里洗 洗衣服非常方便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有两个固定的扣子 然后我可以洗澡的时候呢 用这种水不会进去 然后这个呢水进去没关系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不想让水进去的都是放这种箱子啊 这个就不会化动也不会跑出来啊 这个是外面晾衣服的 一些袜子啊内裤啊时候可以用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我抓一层绝筒子啊 就我洗澡的时候水也不会跑进去 上面还可以放个肥皂什么的 然后上面呢 我这个没抓链子还没抓啊 链子太差了 我要抓砂架去重新弄短一点 这个地方就可以放一个沐浴落 或者小东西啊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花洒的喷头 然后这个可以直接放在上面啊啊 所以我我好多的车子设计都很紧错 而且不会很乱啊 所以好多人他自己没用过房车 所以说一直凭狭下的 哎我的房车应该座椅要多 要朋友要多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私驾车 而且房车是很私密的一个地方 你完全不需要带那么多人到你车里来坐 对吧 你两三个人完全够用了啊 然后给大家看看 豪哥的洗碗机放什么东西呢啊 这是碗啊 然后这个洗洗过以后都特别热 然后喝茶下次 到豪哥这里来可以喝茶了啊 豪哥因为是塞座嘛 就买了一个塞个杯子的茶具 大家看一下 这个放在这里基本上灰尘是不会进去 它密封性特别好啊 密封性特别好 然后跟大家来说说 这个冰箱啊 这个冰箱呢是进口的冰箱啊 啊 品质比较稳定啊 大家看一下 90升的冰箱啊 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放了好多饮料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储藏是会小一点 但是放的肉还是可以的啊 一个人出去或两个人出去 画的完全够了 大家看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啊 房车里能用进口的配件 就用进口的配件 不是说我们国产的不好 因为国产现在房车保有量它不多 它一年生产的量也不多 所以用国产的配件的时候容易换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是用麦克斯的 刷气流的 就是说正反面都可以用 而且无几变速的 这个坏风扇呢 下雨贴都可以用 也就是说 你这个坏风扇一打开啊 你看这个窗户 开个窗户 它形成一个对流 坐在车里面是 不会特别热 而且我这个车呢 基本上保温性能跟C型车是一样的 全车做了方炮 方炮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所以说 我一直强调 能用进口配件的 就用进口的配件 不是 这我不是是别的我们国产的一些配件不好 是因为我们国产的房车的 一年的生产量不大 生产量不大呢 就形成就是说 品质不是很稳定 因为我们玩房车的人 最最重要的两个要求就是说 出去外面玩 不能换 尽量不要坏 坏了也坏了 你会很麻烦 而且有的大部分的外面房车年纪比较大 它动手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而且有的地方我们开房车出去去西照 新家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 你车子一带坏了 那是很麻烦的 我们不是小轿车坏了 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 你哪里都可以修 你房车是要 雍游四海 你要是一坏的话就容易 麻烦 这次我去西照的时候 豪哥的那个C型房车那个调查就发生坏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尽量能用进口配件 就尽量用进口配件 国产的不是不好 品质不稳定 你买的好还好 你买的不好 两天就坏 所以你看 豪哥卫生街里这里也是装了一个麦克斯的烧气流的 其实卫生街里倒不需要装这么好的 可以装麦克斯的另外一个品牌 价格也便宜 那这个麦克斯有一个好处就是下雨贴它可以用 国产的话它下雨贴是不能用了 下次豪哥再跟大家分享 卫生街哨册时候应该是要怎么用的 好我带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一些状况 哇外面好厉害 好了这个是我的薄车的外观啊 白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外置造具了 哎啊外置造具啊 因为我呆手嘛就不拿出来 反正再一拉 也能拉出来 然后再给他试一下 哎这个就不好拿了 这个一只手就不好弄 好就不拉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桌板 所以我的车里就不需要带桌板了啊 下次喝茶的时候坐在外面啊 呃呃就是说椅子放在这里就可以喝喝茶了 然后把遮牙盆拉开来啊 遮牙盆拉开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外置的插座 大家看一下 哎外置的插座插头可以插在这里 垫瓶车冲垫了或者拿个拖鞋板 外面烧饭的时候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外置的花洒 外面我们去杀台上的时候可以洗洗脚啊 洗洗手啊 这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看后门 后门呢这个地方呢 我放了那个小小的外置凳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黑水虾啊 然后这个我自己放的一个无人机 然后这个是一个洗衣机 然后这里放一点很多的小东西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里面放了三个这样的一个整理箱啊 然后东西物品都可以放起来 然后做了放了一个吸尘器 我觉得吸尘器还是非常重要 然后修车工具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豪哥的一个加水系统啊 抽水豹可以抽进去的那种非常方便 豪哥也经常视频再发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独立的煤气罐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五公斤的煤气罐啊 其实应该放十公斤也应该能放的进去 上面它还有很高很高的一个空空间 然后这是我的外接充呃电源线 然后这是我放的一个洗衣液啊 洗衣服的洗衣液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插口 新能源的插口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你要人不多 也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偶尔带个小孙子这样出去的话 那B型车肯定没问题 啊B型车的优点嘛 就是它小巧啊 在城市里开的时候停车也方便啊 然后呢下对来说进城呢 它高度也没有C型车一样超过三米 我这个高度是两米八以内 啊 啊然后呢 偶尔呢还可以到一个通勤车用啊 不要说你不可能贴贴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 偶尔想去接个小孙子啊 小孙女的时候在学校里停的时候也特别方便 啊中午还是在给孩子送点东西 坐在车里休息的时候也是特别方便啊 但是好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买B型车一定要有这种万推窗 看到没有 全部要用这种万推窗 万推窗的好处就是说 下雨天它可以起到通风的作用 啊停在那里的时候 第二个 它有那么厚的亚克力中空的 保温性能特别好 千万不要买这种 旁边都是玻璃摆的那种 保温性能很差 那种车呢 冬天很冬 夏天很热啊 所以好多一直强调买房车一定要买这种万推窗 万推窗比这种 普通超里摆的 价格会贵一万多 跟大家说 光这起来那么多窗户就只一万多块钱 还有一个 那种 玻璃摆的 它是打不开的 你在里面想通过风都很困难 很难啊 所以好多一直给大家建议买B型车一定要买这种万推窗啊 而且保温效果要做得好 至于你选择上下铺呢 还是横子床呢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情况定 有的夫妻喜欢分开睡的 那就一人一扎床 有的夫妻喜欢一起睡的 你就买横床吧 就有豪哥的意见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买C型车呢 啊 比方说 C型车呢 四个人 一家四口 你肯定不要考虑B型车了 一家四口在里面肯定是睡不了 他说我床 那个座椅可以折叠嘛 我跟大家说一下 买房车床一定要固定的 而且吊床也不行 我这次去西照 去西照回来 我的吊床就坏了 我还没在视频上跟大家说 今天跟大家说 国产的吊床机构 你平路上开三五年就不会坏 你看我清照鞋 一路跌过来 他坏掉了 明白吗 他不是说那个机构放不下来 是旁边固定的卡扣 他因为吊床他有个固定嘛 固定以后就是床不会晃嘛 但是固定卡扣那个里面的铝合金 全部断掉 啊 所以一直建议跟大家说 你买吊床也要买进口的机构 啊 国产跟进口的 你要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说好 啊 国产的就是国产的 进口的就是进口的 价格会差大概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吧 但是你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因为国产国内的房车企业 也就这几年才开始 也就这十几年的历史嘛 你说很多配套企业 也就在两三年开始 才开始模仿国外的一些配套企业在做嘛 那你那种品质 他没有经过视察解业的 对吧 那肯定不行嘛 你都是到底到小排鼠 所以豪哥一直跟大家说 能用进口配借就用进口派借啊 这个跟爱国不爱国没有任何关系啊 那些喷嚏就不要在这里啊 你们绕道吧 我只是分享我豪哥的一些使用经验 那C型车呢 你要住的舒服一下 退休了大把的时间 从外面玩 那C型车肯定可以 那B型车呢 两个人一个人玩 你只要把保温做好了 你只要买对车了 你睡着住在里面也肯定很舒适 很多人不注意一些细节 不要说他没有 他只在乎做一多 然后你就储物空间就少了 储物空间一少 你的所有的 你都能放在车里面 看上去心情会很难受 很累 乱招招的 总感觉这个不是房车的精致生活 是逃难生活 豪哥跟大家分享 进来给大家一个拆考的意见 那这款车呢 豪哥以后呢 烧好牌以后也会经常再用 用了以后 把我的一些使用经验啊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更多的车友知道我应该怎么选房车 好了 今天豪哥这款车就先分享到这里 明天开始豪哥要睡在车里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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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